記得沙漠門的朋友 大家好 又是我NASCAR 一集又完 距離第二季都已經接近尾聲 歡迎大家收看這個納斯卡鐵路樂性加分部 第二季第十七集的車站講解和行車片段 不過因為這一集發展的內容都不少 所以我決定將這個影片一分為二 好像以往那樣 像車站升級那樣 就會分上下兩部份 現在你們正在看的片段是第一部份 第一部份講些什麼我都會跟隨時序 我們現在在什麼站呢? 我們出去看看吧 我們現在就在深湖州站 關於深湖州站什麼事呢? 是因為我們這一個片段會首先介紹的 就是環水線 二十號環水線 因為這一集雖然是叫做速管崛起 英文叫做Rise of the Velodot 他這一集是集中港速管鐵路 我們都不忘都會加一點環水線的東西 下集都會這樣發生的 我們第一部份會講些什麼呢? 就是會講環水線的延伸 就是會有一個新的車站 就是由深湖州站向北一個站 就是追鳥州站 接著就會去到滴水州站 就是西環線了 就會跟西環線接駁 然後我們第二部份呢? 就會講一個新的速管鐵路的車站 也都是一個 其中一個標準鐵路的車站 就是翰山站 乾翰國翰 英文叫做Zerda Hill 它是Bravo線和千壽線的車站 你看到千壽線終於有得發展 就不是只有三個站那麼少 接著也講第三部份 第三部份就是沒有新車站 就會有這個行車轉乘 In-Train Interchange 這個音 就是叫行車轉乘 一般來說在其他的鐵路地方 應該會叫做直通運行的 那立鐵叫 那立鐵就叫做行車轉乘 會牽涉到兩個位置 一個就是 Bravo線和Fox線的行車轉乘 另外一個就是東環線和新環線的行車轉乘 我稍後就會跟大家去 介紹它的內容是怎樣的 事不宜遲 現在我們就出發 我們就由這個 新湖州站搭橫水線 去向北 去搭兩個站 中間就會經過一個新站 叫做追鳥州站 我們就會在那裏做這個介紹 對了 那我們現在就下去最底 就是新湖州站最底的月台 之前都介紹過的 對了 現在你就會搭四號月台 橫水線的四號月台在這個位置 那我們上車吧 列車即將開出 列車即將離開 The train is about to depart 車門即將關上 出門即將關上 The screen doors are closing 歡迎乘搭橫水線 本班列車的終點站是滴水洲 Welcome to the Inter Island Line Our destination is Droplet Island 下一站 追鳥州 左邊的車門將會打開 Next Station Colbert Island Doors will open on the left OK 對了 大家看到如果在左下角 那就是 喔 拜拜 歐雙堡 不理了 就是 這個 納鐵的報站 那個 那個位置就改了 之前如果大家記得的話 它是一個字幕來的 不過是廣東話字幕 其實我覺得 有字幕也好 不過就 用 不是用這個 什麼Console 對你說話的指令 比較方便 但是 我認為應該有一個更加好的 改善空間 就是 將它變成一個 好像一個 行車資訊版 有點像 所以你見到 會有什麼 開門方向 你下一個站 有什麼 有什麼轉成 還有你現在在搭什麼 什麼去哪 這樣 會比較方便很多 Please mind the gap 好 我們現在就到 追鳥州站 即是我們 今集發展的 第一個車站 它也是 橫水線的站 也是一個 倒序車站 不過 都算是幾多 這個 特點 好 大家見到 追鳥州站 都是有這個 新的月台指示板 都應該的 因為納鐵都 之前都講過 自從這個 冰徑州之後 所有新興的車站 都會有這個 指示板 追鳥州站 都不是例外 所以你見到 現在這個 2號月台 就往滴水州 對 to droplet island 另一邊 多人去愛德華州 我現在看看 這個站 這個站 就是追鳥州站 你見到 我就會打算 用這個 飛行 我都沒有記錯 飛行或飛翔 主題是這樣的 那你就會見到 這個 信眾要求 想用一些新的 叫做 材質 當然我都想用 你會見到 我們現在用這個 叫做藍色的運營圖 就是 材質叫運營圖 那是不是真的運營圖 不方便說 對 就是這個材質運營圖 這樣 然後你見到 這裡有很多支持版 去出口 Navigate自己的出口 就是 引導自己的出口 當然 大家都見到 這個是非常典型的 第四類車站 或者叫做 島嶼車站 你喜歡用數字 也可以 或者 用名字去說 也可以 叫做島嶼車站 我們剛剛就經過了 一號月台那一層 這邊是一號月台 因為 這裡島嶼車站 也是用上下的杜質式月台 來做配置的 就是一個起法 所以 一號月台 往外德華州 就會是 在上面 這樣 就 二號月台在下面 所以我們只會在下面 好 我們現在上去大堂 看看有什麼 上去大堂 第一件事 你會見到 如果放中間的話 你會見到是一架飛機 不過 當然有人會說 喂 雙數闊度 即是代表沒有法子放在中間 你看一下 這個站間傳送的位置 都放得不正 這個本身是個缺陷 那我也要接受 不過不要緊 其實以飛行做主題 那我就不是打算放一隻鳥上去 是打算放一隻鐵鳥上去 那鐵鳥是什麼呢 不是代表這隻鳥是真的用鐵做 而其實是一個借代來的 鐵鳥其實是解飛機 即是一些叫真的拿來飛行的飛機 雖然我明天真的要搭 對 對 時間對 所以就做這個主題 你也見到 這個站是用一個半圓形來做大堂的結構 你看到 基本的車站設施就放在旁邊 然後車站控制室就放在中間 即是有些位置 就是這樣 這裏都一眼看光了 那始終這個也是次標準 就是次標準月台那些站 就是中型少少就沒有那麼大的 啊 忘記說 廁所就在 呃 就是半球體 不是半球體 就是半圓形的另外一邊 就是有圓那邊 那當然啦 這個站也是做了一個叫做 先天的人潮管制的 是啦 那你見到那些 就是指示板呢 引導你走的方向呢 亦都是不會相撞的 就是出口就一邊 入口就另一邊 就是當然包括去月台和坐車啦 那升降機就沒有份啦 因為升降機上向 這個這邊就 是啦 那我們現在就差不多啦 這個追鳥洲的車站 就大概是這樣 就這樣啦 就不是說太多東西 不過接下來這集就是不少東西啦 對啦 那就不要搭錯月台喔 那當然要看指示板下去啦 我們就是 搭這個 2號 就是去2號月台 搭這個環水線 去滴水洲 那滴水洲 就我想都是 都是說回 確見了些什麼啦 因為 未確見之前 看過一次 那確見之後看多一次的意思 好 那我們現在就去看了 啊 這個就是追鳥洲的 的站名 列車即將開出 列車即將離開 The train is about to depart 車門即將關上 出門即將關上 The screen doors are closing 歡迎乘搭橫水線 本班列車的終點站是滴水洲 Welcome to the inter-island line Our destination is droplet island 下一站 滴水洲 乘客可以轉成西環線 左邊的車門將會打開 next station droplet island interchange station for the west ring line doors will open on the left 如果你看回地圖的話 樽鳥洲 和滴水洲的距離 其實都不是很長的 不過中間這裡 都會加回 OK 好 緊握附手啊 緊握附手啊 是呀 車會減速啊 這裡多出了側線 所以要轉回路軌 轉回到正確的路軌 OK 對了 這個呢 請小心列車越越抬街 OK 再說完先 Please mind the gap between the train and the platform 超慢速度入站 OK 到站先 然後再說 到站 OK 好 滴水洲 這裡就是滴水洲新氣的部分 你看到那個樣子 我都是模仿回 就是叫做模仿回 之前西環線起過的 這樣的樣子 對了 這樣就 對了 不過這裡就是用 一個一對的 周適月頭就同一層的 就是左邊開門 你看到這樣的樣子 OK 那為什麼說有些特別呢 是因為如果你看到那個 Y座標 就是高度座標的話 其實它是比 就是 現有最深的納鐵月台 是再低了兩米的 雖然是兩米 就是在這個位置 但是 就是低兩米 就是低兩米 就是之前在 Y等於10的地方 多數都是 就是例如 這個 愛德華州 中間州 就是這一類的賭罪車站 都會做這個 全NR最深的車站 那滴水洲就破了這個紀錄 雖然這個紀錄是無意中破的 不過這個就 呃 不多解釋啦 就是如果你們認為有些什麼 就是 呃 那些叫 想法呢 就 你在個 comment 寫 那裏 那裏 那這位 那這個就叫做 全納鐵最深的車站 其實實際上不是 不過不要緊 就是 現在的系統 就是 這個系統 就是最深 這個位置 那每邊呢 都會有三條通道 對啦 這裏會有三條通道 去那個月台後面的走廊 然後就 對啦 這裏就比較複雜的 這裏每邊走廊 就是包括三號月台 就是對面 三號月台的走廊 也都會有兩部升降機 和兩條樓梯上回西環線的月台 那為什麼會有兩個呢 因為每邊分別一個 是會去一號月台和二號月台的 例如這個就這樣 不過還有一條升降機 第三部 就是直接上大堂的 這個是 對啦 上大堂先 就是 大家記不記得 在滴水洲站的大堂 會 就是有一個坑進來 就是有一個凹位進來 就是有兩個 兩部升降機 就會連接去西環線的月台 那現在就確見了 那你見到這條通道 再向前十幾二十米左右 那會就有 只有兩部升降機的 不過遠一點 就一個是去南面 一個是北面 那暫時不用你滴水洲這個 因為現在是尾站 不過快來不是的了 不要緊要 跟著這裏呢 兩邊就會有樓梯上回去 內環和外環的月台 對啦 那升降機不回答 那大家 就是和大家走一走 例如這裏就去一號的內環 就是上回去上層月台 那它樓梯比較長的 對啦 那這裏 那當然那邊是去滴水洲 就是右手邊 對啦 那這裏就會上回去 啊 沒有很熟悉的這個位 對啦 這裏就 會有去四號月台和三號月台的對面 那邊的指示板 帶回給大家的 對啦 那外環呢 那外環是沒有這間房的 就是它下層是沒有這間房 因為這間房只有一層 就是這裏 那外環在哪裏呢 那就和大家看看 對啦 那就橫水線怎麼去呢 右外環直接去 對啦 就在這裏了 這邊就是愛德華洲 那遠一點那邊呢 對啦 我現在這個 準星指著這個位 對啦 這個坑就會是去四號月台 就是我們剛剛是有下車的月台 那這裏就可以由外環的月台 就可以直接去 呃 橫水線的月台的 對啦 這樣下去 OK 這樣 那大家不要被這些指示板 就是 撈亂啦 因為Minecraft的東西 都是一米一 就是一米一格啦 那實際上其實這些指示板 在現實生活的地鐵站呢 那是小很多的 是沒有那麼大 因為大家都看到啦 那Minecraft大家大緊事啦 沒有法治啦 不要緊啦 但是這件事都要接受了他 那我接受了的 對啦 那這邊三去愛德華洲 那就是啦 寫著旺愛德華洲 記住啊 那個愛字你們不要這樣寫啊 對呀 你們跟你們那個常用字字形表那個寫法 不要用我這個寫法 因為那些老師會抓你的 對啦 不過其實你可以問一下那些老師為什麼 有一陣子有些筆話這樣寫啦 OK 好了 題外話再說到這麼多 這個就是今集的第一部分 就是橫水線的延伸 然後我們就會移去第二部分 就會是去漢山站 那我就不是直接去漢山站的 我首先會去這個 漫華站 對啦 因為漫華站呢 就是千獸線的車站來的 雖然它也是西環線 就是我們剛剛那裡也會有 那我們不會坐車的啦 因為太遠了 直接飛過來 傳送過來 對了 這樣就 對了 還有就是要說起來就是 因為漢山站會起 千獸線 將來會加指示板 所以我就打算提前呢 就升級漫華站的指示板 你會見到有西環線和千獸線的 那千獸線這邊這個指示板的顏色呢 我真的搞了很久 因為呢 根據呢 納鐵那張地圖呢 那個十六進制的顏色那個表呢 一進到Minecraft呢 千獸線是會變成灰色的 那就好悲哀啦 那大家不會見到一個粉紅色線的路線 會無端端變成灰色的嘛 這樣的話就真的整個人灰了 那就不要緊 那現在研究到 怎樣可以把它變成粉紅色 那這個是好事來的 對啦 那我們現在就 漫華站就不用多看啦 就是它多了一些指示板 對啦 跟著就我們去漢山啦 跟回三號月台那個位去啦 好啦 那我們現在下去了 當然啦 舊的指示板 沒什麼必要都不會扔的 對啦 那三號去漢山 應該繼續走啦 走過去啦 好啦 那就落到下層月台啦 三王漢山這個位的 嗯 對啦 那些月台吊版的東西 都不是說特別多啊 因為它有些站就暫時未說延伸到很多 還有航山只有兩個字 所以感覺會空了一點 不過不要緊啦 對啦 三號月台往航山 OK 英文叫Zerda Hill 好 現在搭車了 列車即將開出 列車即將離開 The train is about to depart 車門即將關上 入門即將關上 The screen doors are closing 歡迎乘搭千獸線 本班列車的終點站是漢山 Welcome to the Kinite line Our destination is Zerda Hill 下一站 漢山 乘客可以轉成Bravo線 左邊的車門將會打開 Next station Zerda Hill Interchange station for the Bravo line Doors will open on the left 好 那現在就去 等等 應該有人不小心放了個 啊打不遲 待會先 OK 不要緊 是啊 因為應該這些照明就不應該出現的 之後再處理回 對了 不理了 現在我們就走隧道去漢山站 油油 不要緊 我不塗誰了 因為這些塗一塗搞點 嘩 現在瞄準時間 OK 對了 到現時為止 反應都不錯 好了 那前面應該都沒有那些 原來還有 唉 謝謝他 現在真的沒有話好說 OK 對了 這樣就 接下來就去漢山站 啊 有一 有波口位 對了 那個波口位去哪裡呢 待會大家都知道 對了 那漢山站 那個來源 就是 名字的來源 就是 OK 多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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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啦 那漢山站 那漢山站 漢山站的名字是怎麼來的呢 就是 其實這個位呢 就是 我不開地圖了 就是 它是一個非常之極度乾燥的地方來的 就是沙漠地區呢 又沒有什麼綠洲那些 那就是真的很乾燥的嘛 就這樣命名的 但是不僅 其實這個名字 其實是和二十二大陸有關的 因為二十二大陸呢 他現在管理的那個那個那個人呢 也是管理員來的 那他呢 就這個名字是和這個名字有關的 那就不是和這個名字的中文字有關 中文字是譯回來的 是和他的英文字有關的 是Zerder這個字 那為什麼會和這個字有關呢 就給大家猜一下 也都在下面的comments答一下我 對了 猜中沒有獎的 對了 不過不要緊 都是志在參與而已 OK 那介紹一下這個站 那漢山站 大家可以看到 就是用了很多沙磚的 來做這個主要的材質 就不是用那些什麼石鷹啊 或者是石磚啊 那類的 就不是的 但是大家就看到有一個特徵 就很 很面善的 就是千獸線車站的特徵 雖然他是和Bravo線轉成 大家都看到 那為什麼呢 那它就是千獸線 就你會看到有哪部分是像呢 啊 前面見不見到有一幅牆 上下色條再夾條中間的主色 就是底色 然後就每格藥光 每格藥光米呢 就會有一個垂直的螢光石條 就有這樣排著分布整個站的 這個是千獸線車站的特徵之一 如果你們在萬華站和洞華站呢 你們都會觀察到相同的樣子 包括這個天花板 這個天花板都是的 就是會有幾條線是 就是半米半米的上落上落 就是粒粒粒的 也是每格藥光米都會有一個 這個螢光石的石條 那因為這個千獸線和Bravo線的走線問題 所以有一件事就很棒的 就是它這個站的所有升降機 也在這個月台的前後兩端 那Bravo線先按下去 也都是在月台的後面 如果在月台的對面也有一個 另外一邊也有的 這個位置也挺長的 那大堂就上到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也比較麻煩 因為也要遷就千獸線的走線 也都需要繞一繞路 所以大家可能要走一點時間 但是月台另一邊的路就沒有那麼長 因為都是一些雜區和非雜區的關係 這裏就是漢山站的大堂 你見到都是用了很重的千獸線的風格 你都見到 那兩邊出口 AB就在這邊 就是在南面的出口 那這裏有個出口向 這邊有兩個出口 B那裏有兩個出口 所以就令到 由大堂去南面的升降機 就是閘內的升降機去月台 那個路程就長一點 這個就在 依舊上來說就沒有辦法 這個位置其實都比較寬敞 所以就 放到那些設施 就算放了 都不會說太過迫劫的 那你見到 那些設施放了 都沒什麼 都OK的 那如果 這裏比較特別的 這些指示板 其實呢 無論是1號月台或2號月台 都可以在所有樓梯和升降機都去到的 但是就 為什麼說 千獸線會是 就是一邊會有呢 那是一個建議答法來的 因為它是走側式月台 那大家可能都看得到 Raffle線的月台 其實是一個島式月台來的 所以就兩邊都去到 那待會跟大家走 就會明白為什麼了 好的 那我們就 現在 這個站的大堂 就去到這個位 因為車站和制室都在這個位 那些設施都是這樣分佈 那大家都見到 樂勝加咖啡就在廁所對面 那這個也是非常之 正常的一件事 那我們現在就打算搭Bravo線 不是搭去近東 是搭去外德華州 然後我們就會去第三部分 對 我覺得華州都幾遠下 所以都 不是搭千獸線 雖然千獸線都是去外德華州 對 我們是搭Bravo線去的 這次是 對 那我就下去 這裡下去千獸線月台先 那你見到上面有塊指示板 其實這裡看下來應該都容易見到的 對 就是如果你做低頭軸 就沒有人幫到你 那sorry 對 那我們去四號月台 那這裡下去 應該加回幾塊指示板 對 那這裡就會再下去 Bravo線 這裡左右有樓梯 下去這裡 一邊去漢山 就沒有啦 不需要啦 因為都到站 另一邊是去近東的 就四號月台這樣 對 所以我們下一個站去外德華州 檢查站 真的不要說錯 很容易說錯 因為他曾幾何時是一個 只是一個站 外德華州站 現在是外德華州檢查站 這樣 好 那我現在就搭車過去 外德華州 我們馬上 Capitol 裏面的時刻 確實在形容 你突然情報英文 列車即將開出 列車即將離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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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行車記錄是剛好5公里 車門即將關上 Enggm 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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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將關上 封門即將關上 предложikkcountry cert無 Face OSC 都停LY 歡迎乘搭著 Bravo線 本班列車的終點站在近東 Welcome to the Bravo Line Our destination is Inter-Orient 本班為Bravo線列車 下一站是愛德華州 This is the Bravo Line train The next station is Edward Island 好 OK 現在就去愛德華州檢查站 跟著你們就會在短時間內 應該都會加速 對了就是加速 因為速管鐵路 它最大的特點就是 它一定要行全速的 好了現在又見到波口位 那是什麼意思呢 其實這個波口位其實是 接駁Bravo線和千獸線的聯絡通道來的 都是因為千獸線本身是 跟NR的其他的路軌 就是其他路線的路軌 其實是斷開的 就是由愛德華州 其實是包括環水線的 但是環水線在整個過程都不會碰到的 對了 OK現在我們現在在算華站的底下 那說回來 那就因為環水線由滴水州去到愛德華州 都是沒有接駁 只是接駁千獸線 但是千獸線又是什麼都沒有接駁 所以我們要趁這個機會 跟Bravo線平衡的時候就要做事了 對了 OK我們剛剛見到又有波口位 那裡是去Alpha線的隧道的 那因為 在愛德華州檢查站去到算華這部分的Bravo線 其實就不會再跟Alpha線做這個 這個 共用路軌的了 因為速度問題 對了 所以就都要建兩條新的隧道 就是也是平衡的 的隧道去做接駁 那換言之這個 這個算華北海底隧道呢 就是有六條線那麼多 就是有六條管道那麼多 基本上都是全立鐵最多的了 在洛盛加分佈裡面 那其實應該所有分佈都是的 就是特別講在這裡 對了 那現在就過了算華站 就應該跟Alpha線和新華線一起走呢 就會過去愛德華州的了 那剛剛過了-9000了 那就可以開地圖了 其實都過了半的了 都快來到愛德華州了 對了 那大家都用這個時間 一會兒休息一會兒 坐一下車這樣 不過說起坐車呢 就我打算在第二季完完 那時候呢 就會幫所有路線呢 都會拍一個順行車片段 那應該都會加行車資訊版的 也就是模仿港鐵那些 對了 那都不想expect說有太多的資料上去 OK差不多到了 即將到達愛德華州檢查站 左邊的車門將會打開 乘客可以在這個站下車 轉成新華線 千秀線 或橫水線 Approaching Edward Island Checkpoint Doors will open on the left Passenger's can't embark here for the new Edward Line Knight Quip or Inter-Island Line between the train and the platform OK差不多到達了 愛德華州檢查站 到達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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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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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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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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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德華州檢查站的2號月台 寫了兩個方向 沒辦法啦 真的兩個方向 好 現在我們就會過去 介紹第三部份 就是集中講行車轉乘 其實華沙站 在Bravo線那裡除名 也是在第三部份發生的 不過我就打算放在下一個片段上 因為那時候會比較適合 去講 就第三部份來說 行車轉乘 我們由這個 麗湖先 因為我們在說麗湖和加伯優 中間的轉乘 即是新華線和東環線的轉乘 沒打錯 歡迎你到麗湖站 這個麗湖站 即是說那個什麼士多啤梨芝士蛋糕 還是 不知道 就是 不知道為什麼之前有這個主題 這個就是麗湖 我們現在就會嘗試去搭去 用這個行車轉乘 直接搭去加伯優站 用東環線的外環方向 這樣 當然 上面這裡就開關 下面這裡就會有行車轉乘 會用不同的材質去標示 這個不是開門制 雖然很像樣 但不是 還有呢 亦都會說回 就是當你一按的時候 就會有 一個 下面這裡就會 左下角這裡 就會有一個類似 行車資訊版的一些 報告版 告訴你 你自己接下來 乘的那輛車 就會 直行車轉乘去 東環線的 其他乘客是不會受影響的 當然 你們的車子黏著一起 我幫不了 分開一點都可以 不過這裡一開始就去的了 如果大家記得的話 在 忘記了編譯幾集之前 就是 加伯優麗湖那集 就是有埋政越河那集 其實中間大家都看到有一個聯絡通道 但是沒有駁路鬼的 其實就是這一段路 其實我也答應了 遲早一定會做的 現在做了 那就和大家搭一轉 也都會在加伯優那裡搭過來 麗湖這裡 列車即將開出 列車即將離開 The train is about to depart 車門即將關上 出門即將關上 The screen doors are closing 那當然啦 因為你選了行車轉乘 就不會再播什麼新華線 往釘彎方向的了 就 取而代之是會轉軌 對了 轉在中間 也都有廣播 本班列車將行駛東環線外環方向 下一站 加伯優 乘客可以轉乘Delta線 這個車會轉向 East Ring Line Outer Ring Direction Next Station Kelper Mount interchange Station for the Delta Line 這裡就會去Delta Line 不是去Delta Line 就是可以轉乘 因為這一個也是今集發展的內容 我有沒有記錯的話 應該是第四部份 所以大家一看下一個片段 就會看到的 OK 現在我們還在新華線那裡 因為大家看到這些橋 就是叫做新設計 其實是兩年前的了 就是比較新設計的那些橋 當然沒有了 變回正常 好了 我們現在過了一個位 我們現在變成了東環線那個位 都是因為這句 入隧道 都是什麼都不能看 因為附近未來都會建很多樓 所以我都會建定 類似一些隔陰的措施 不過我打算做全蜜蜂 所以大家會覺得這個位 會是好像地底一樣 當然啦 東環線由正月河和嘉白休中間 簡直是網絡是地底的那種 對啦 OK 那現在都差不多到嘉白休了 好 回合 到站 對啦 就是因為Delta線經過這裡 所以嘉白休站 也是提前 更換了一些指示板 列車即將開出 列車即將離開 The train is about to depart 新門 OK 那另一邊的行車轉乘 就是由東環線的內環 Innerring 就會過去這個 新華線的上行 就是去派方角那邊 對啦 按一按 開門 開門 那當然啦 繼續搭啦 列車即將開出 這個車即將離開 The train is about to depart 車門即將關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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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train gates are closing 都是沒有這個內環方向的廣播啦 因為你都會轉 對啦 跟著也都會轉軌 好像麗湖那樣 過了 本班列車以新華線的 派方角為美站 下一站 麗湖 This train will go on to Python Delta of the New Edward Line Next Station Litchey Lake OK 那就隧道 會離開隧道 跟著就會換成新華線的 風格的橋 這邊是東環 其實也有看顏色 OK 放回彎 去回第二線 即是上行的第二線 然後就會回合 當然現在四線都用得著 差不多了 好 回合 請站在黃線後面等候 Please wait behind the yellow line 列車即將開出 列車即將離開 The train is about to depart 這邊就是加伯優和麗湖之間的 新華線和東環線的行車轉乘 就是這樣 就不算複雜 接下來 其實它有兩個行車轉乘 就是這一部份 另一部份 就是Bravo線和Fox線 整件事其實是有因由的 當然 先去了 OK 我們現在回到大都會總站的三旗 這個沒有Fox線 等一下就會去連過Fox線的位置 但我就不打算搭兩邊 因為都很遠 為什麼會出現這件事呢 大家都知道 就是 如果你說球場線的特快線的話 Bravo線在東面 就一定是它 因為它在 由大都會總站的東面出發 一去就會去屏東 然後就會一支箭 就會跟著這個球場線 就會過到近東 但是另一邊呢 但是Bravo線在西面 就過了去跟新華線走 然後變成千手 那就跟球場線沒有關係 但是作用就給了Fox線 那Fox線呢 因為由這個大都會總站的西面 起行的話 就會去中間州 跟著就去河水 雖然河水就不是球場線 但是它也是球場線隔離的站 就是一個站都去到 然後再去銀台 直接是可以搭化正線回近西 也是非常快的 但問題就來了 Bravo線和Fox線轉成 不是問題 問題就是 Bravo線的月台和Fox線的月台 分別是在 就是Bravo線就是在第三期這個位置 但是Fox線在第四期 嘩 如果你有Bravo線 啊這裡又屏東 即是搭到過來 走上來 啊要轉Fox線 這樣 嘩 這裡差不多走成公里去 嘩 轉車轉死人 自己走到球場線好過 是啊 是啊 那鐵鐵呢 有看到這件事 也有很多人向我反映呢 當然啦 就是這一集那裡 就會做一個改善的策略 就是把Bravo線和Fox線 引入行車轉成的計劃裡面 那是怎樣呢 那Fox線 大家的走線頂籠都是這樣說 就是由Bravo線的西行 轉去Fox線的西行 或者東邊 Fox線的東行 去Bravo線的東行 就是經過大都會那時候 就是例如中間州 去大都會我想去屏東 或者屏東大都會我想去中間州 或者之後的站 這樣去的 那我就會在哪裏做聯絡位呢 根據我看回兩條線的分佈和走線那個位 最適合那個位就是由大都會總站的西邊 那個位 那個位做聯絡通道 這樣的話就是代表說 在Bravo線的月台那裏 就是28號月台這個位 就會做一個行車轉成的按鈕 就是這裡轉的 那就是換言之 就會在Bravo線的28號月台 就會自動轉去Fox線 當然Fox線就不用了 但是由中間州站那裏回來的Fox線 就會在那邊 那邊就會有行車轉成直接回來 但是都會在Bravo線的 這樣回來的 所以就打算這樣 用這個策略去方便大家 那大家試一試吧 這裡去下一個站的愛德華州 實際上我現在是要去中間州的 本班列車將行駛Fox線上行這個位 這個位 你聽到這個 這個開門 你聽到 你見到這個資訊 就代表你那架車就會改 列車即將開出 列車即將離開 the train is about depart 車門即將關上 出門即將關上 the screen doors are closing 你都不會聽到那個方向廣播 很正常的 B através浜線就會向右前走 我就加上一個新波口要向前走 在旁邊買 本班列車以Fox線的銀台為尾站 下一站是中間州 This train will go on to Silver Plateau of the Fox Line The next station is Middle Island 如果你聽這個廣播和剛剛剛才的東環線或新華線的行車轉乘的廣播 你們會留意到一點點不同 本班列車以什麼什麼的什麼圍尾站 或者是本班列車將行駛什麼什麼方向 沒有變 這個沒有變 但是有個位變了 就是這個都是用速管的方式去報站的 就是如果是標準鐵路的話就是下一站什麼什麼 速管鐵路就是下一站什麼什麼 是有個句式有一點點不同的 當然整體的內容都是講講那樣東西的 現在就轉去Fox線了 這個是Fox線路軌了 現在轉了去Fox線 這樣我們就會進去海底隧道 去中間州 最好就不要中途下車 因為真的不是很禮貌的 當然現在沒什麼東西 當然不會下車 所以我一定會搭上它 一定會搭上去中間州站才會下車 然後就會給大家看一看Fox線由中間州回去 大都會總站轉去Raffle線的那個按鈕 但是我們不搭的了 因為真的好久 真的要把握時間 雖然這一集就會分成兩個片段去拍的 OK 現在就跟了去5號鋼線的海底隧道 然後就跟著它走 這個也是Fox線那時候 就是 叫做這麼巧做到的地方 如果不是的話 真的不用想Fox線會去 繼續向西邊走的了 它都是靠5號鋼線才能走到 因為 現在 立鐵呢 在 西城群島那個位 真的有不少 就是經過了不少地方 就是 就是 所以 再動一些海底隧道 尤其是速管 動一些 就是 建一些比較長的海底隧道呢 是 就是不容易 就是要 就是要跟 就是要講得通 就是別人有意接受的那些呢 是不容易的 那 但是至少現在有一個5號鋼線的海底隧道 那 就會 有個理由講到 是 是 講了一段時間 那現在去到哪裏呢 那 我在地圖看 那 我們現在就過了 武面洲的了 那 我們現在就會去 中間洲 現在都快到 速光洲 正南部 這樣 是 那 現在就不講話字了 那 到站 那一會再講 是 隧道景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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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到那條鋼線都開始轉彎了 轉向北面了 那就是換言之 我們都很接近中間洲了 那 待會這條路軌就會跟這個鋼線的隧道就分離 跟著就會入站 就是去回球場線那個位 即將到達中間洲站 左邊的車門將會打開 乘客可以在這個站下車轉成球場線 Approaching Middle Island Station Doors will open on the left Passengers can't embark here for the stadium line 好了 差不多到了 那麼回合回 其實 那條路軌都不算會合的了 是因為球場線自從 二三號越台 即中間洲站的二三越台 給了 Fox線之後 下一站 速光洲 左邊的車門將會打開 哪個車上去的 Next Station Beam Island Doors will open on the left 看來這次的報站機出錯了 待會要維修一下 為什麼突然會播速光洲呢 我想到一些東西 我想到一些東西 不過不要緊 我有理由相信是認為的 因為通常報站機是不會報錯站的 OK 這裡就是中間洲站的二號越台 即是Fox線的上行越台 就去銀台這個位 我們剛才是搭Bravo線的 所以 真是Bravo 我們轉了車 我們行車的時候在轉車 所以我就叫它做行車轉乘 這個位 就是這樣解 OK 那現在我們就去 三號 看來又有 看來又有指示板 還未放 放了 OK 對了 現在就去看看這個三號越台 即是Fox線下行去平北的這個位 這裡中間都有一個行車轉乘的儀器 在這裡 如果你按了這個按鈕的話 那當然 聯絡通道就在座河那邊 那即是過了海才會有這個行車轉乘的 所以呢 這個站一出去呢 就不會有波後位的 即是不會有道差去 去即刻分開的 是過了 是過了公路的那個位之後 才會做的 對了 當然啦 我們要變回Fox線下行 因為我現在不是真的去回答 對了 好了 以上的內容 就是 納斯卡跳路樂勝加分部 第二季第17集 速管起義的 車站講解 以及行車片段的第一部分 那我們接下來呢 第二部分 就會繼續講解 一個 真是主賽了 就是Delta線的延伸 兩條新線 一個速管 一個標準 和淒汗谷站 亦都是牽涉到一個速管 和一個標準的 我是NASCA 請大家多多支持 納斯卡鐵路了 記得關門的朋友 拜拜